大家好,我是Tan 最近大家最喜欢看的韩宗是什么呢? 我是女舞团舞蹈禁演节目 Street Woman Fighter 每更新一集相关话题就会刷爆论坛 真的是太太太太有趣了 而在最新一集里 连输四场指名弱者对决的 Aidon Chaeyn 终于获得了首场胜利 因为Chaeyn是idol 所以一开始就被很多dancer们认为是 最弱对手 而实际上在指名弱者对决中 Chaeyn也是连续输了四场对决 而让粉丝们都很心疼 然后在昨天播放的第二集中 Chaeyn被第五次指名为弱者上了台 比赛一开始 Dancer Taro就非常自信地做出了 类似瞧不起Chaeyn的动作 Chaeyn也表示 当时受到了你不该在这里的感觉 但是也因为对方的这种挑拨 Chaeyn也稍微有些愤怒 眼神一变 马上就掌握了整个舞台 最终结果2比1 Chaeyn获得了首场胜利 因为这是四连败后的首胜 Chaeyn抱着队友忍不住流泪了 不过虽然是这么努力获得了首胜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却是非常对立 跳的我们每次都差不多 看来是没有发展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 常看过Chaeyn的舞蹈 所以会觉得很眼熟 Dancer们的舞蹈是第一次看 所以会觉得很新鲜 再看几集的话 应该就会觉得 Dancer们的舞蹈风格也很眼熟的 虽然说在爱豆圈算是舞蹈很厉害 但是跟专门的Dancer们比起来 差的也太多了 Chaeyn应该也会后悔出演吧 Dancer们都说看到了Chaeyn在成长 凭什么也说了 Chaeyn能掌握舞台跟对决了 为什么房间里的傻子们在这里装懂呢 我本来对以前也没什么感觉 但是舞跳的也不好 还一直在哭 所以非常没有好感 Chaeyn出演后有妨碍其他Dancer们吗 或者是Dancer们因为Chaeyn而被骂吗 为什么要这么拼了命的抹黑他呢 一起出演的Dancer们也在音乐 你们不就是担心Chaeyn的成绩会变很好吗 这种节目是要加一个爱豆被瞧不起 收视率才会上升 Chaeyn应该就是Mnet的牺牲品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会继续支持Chaeyn的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9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最近班的Sauce Magic的Promise 9 将在9月1号发表新曲Token Talk 今年4月以S-Up获得很高人气的Stacey 将在9月6号以新专辑的主打歌蔡冠军回归 场面将在9月7号以Solo专辑回归 RBW的新人女团Popper Kiss 将在9月8号以主打歌Chunbi回归 Kyona一段情侣将在9月9号以两人组合回归 目前已公开了预告照片 BlackpinkLisa将在9月10号以第一张Solo专辑的主打歌LaLisa回归 终于发表Solo了 男团ATG将在9月13号发表迷你第7张专辑Zero Fever Part 3 9月15号意大利索尼将会在日本发表出道专辑 HD Lich将在9月17号以正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Stickr回归 女团Omega将在9月22号发表日本新专辑 9月24号意大利索尼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Lukku回归 因为这次JVP没有参与一季的主打歌制作 而让很多粉丝们都安心了 9月29号 Mamamu将在日本发表迷你第一张专辑 接下来是虽然没有发表确定的日期 但是很可能会在9月回归的idol们 Signicho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虫谷的成长 17岁的虫谷和25岁的虫谷 全国上的虫谷